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宽居设计的许家词执行总监 就是小敏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他的创业里程 那就是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小敏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业 然后创造这个就是宽居设计 然后他的起行动念是什么 其实和我的生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从小是在玻璃工厂长大的 那朋友都说我是玻璃圈长大的小孩 然后其实从小就是和工程去做 我小时候在小学回家是在工厂 那到国中高中回家是回家假日就是在工地 所以其实一直有在接触和设计相关的事情 那到成年后就是原本家里希望回家帮忙 那回家帮忙之后你就跟接触室内设计这一块 我觉得室内设计是一个很全面性的工作 它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 然后甚至是去帮很多的人去完成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事情 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所以后来找到一个非常志同道合的伙伴 就一起合伙开了宽居室内设计这间公司 嗯 了解 其实室内设计真的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服务 那就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宽居它比较明确的特色 或者是说你们这个平台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嗯 其实宽居这个名字啊 其实当初在取名的时候 其实是用很白话的意思来取它 就是宽大的居所 那宽其实也代表了开阔开创 那我们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业主有更多不一样的视野 可以看到他家里的一个新面貌 甚至是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开创的想法 那居就是居住人文舒适这样子的感受 所以我们就是用宽大的居所和开阔的视野和人文的居所 这样子的角度来去取这样子的一个名字 对 嗯 就这样 刚还问什么 哈哈 没有关系 对 这个是很棒的感觉 因为其实建筑啊 室内设计空间的这个部分 它是跟人是息息相关的 那它其实是很难切开讨论的东西 对 那在这样子就是创业的历程中 就是小米觉得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那你又是怎么样去做到现在的 其实我们创业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 我觉得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还有一个是如何把问题整合起来 那人和人的沟通问题我觉得它是需要去练习和训练的 他没有办法说我马上就可以去完整的去做好沟通这件事 因为我们沟通是需要了解到可能业主的心态 工班的心态还有现场的环境 那如何把这个环境还有人的需求去做到完整的协调处理 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训练的 然后再来就是协调 那协调就是要把需求和问题点明确化 然后我们再利用设计的手法 或者是一些现场环境的调整 来把它去做整合调整起来 所以这个都是 我认为我们是每一个案子都在不断的去做学习 那学习到现在也就十几年 那他的经验我觉得应该可以更完整的去服务到很多的客户 对 嗯 了解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做设计 它其实是有一个很核心的能力叫做沟通 就是刚刚小米有跟我们提到 就是人与人之间怎么去协调 然后怎么去整合出就是大家共同想要的一个内容 对 那在宽居的这件事情上就是 你希望带给顾客什么样的价值 然后做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这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嗯 我觉得室内设计是一个整合服务业 那我们室内设计师呢 其实就是在帮每一个家庭写一篇序 那故事是由客户来去做完整的 我们只是帮你把壳画出来 那里面的内容是让每一个客户去完整它 所以室内设计其实是和客户一起合作的事情 它并不是我做完设计它就完成了 是你们住进来之后它才会被丰富 它才会火化起来 这是我觉得做室内设计和我们公司希望提供给客户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我们是在帮你做设计 不是在帮这个空间做设计 我觉得这个角度和意义其实不太一样 对 所以宽居其实并没有比较主要说 一个风格或者是一个明确的 让人家看到就是这个建筑就知道是 我们没有特定的一个风格 但是我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那什么是共同的 因为我们在设计我们会考虑到五项标准 那里面最特别的标准应该是有两项 一个叫做变化性 那另外一个叫做健康 那什么叫做变化性 变化性是要考量到彦祖 就是你们居住进来 可能居住五年十年甚至到二十年的需求 当然我不能保证它是很全面化的 可是至少可以让基本的需求 会帮你去做思考和考量 那健康是 因为健康它是无形的啦 那可是我认为我们要在一个空间 毕竟我想我从小到大生长的地方 我会住了二十几年 所以如果有机会帮客户装修房子 在装修的时候我一定会考量到健康 我希望把你家里除了住了舒适 收纳的机能这些都完善 然后美观性也达到你的 你最适合你的东西 但是健康是更被需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在考量的时候 会特别注重这两个地方 那有没有什么案子是您比较就是印象深刻的 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印象深刻的案子哦 我现在在帮一个客户做透天的改装 那这个案子是从他买房子 我就和他一起去看 那时候就发现房子原本有漏水 那就有在交屋前先提醒业主 那所以这个部分前屋组就协助做处理 那有帮业主也节省一些相关的费用 那这个案子为什么特别印象深刻 因为这个案子是我第一个导入 绿装修绿认证案 就是我会在施工的过程 前中后都是有请专业的顾问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有请TAF认证来去做检测 确保他居住的健康安全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在这个案子有特别的导入是 这个案子是我和他合作的第六个案子 对那那他的为什么会买这间房子 是因为他生了一对龙丰胎 然后他希望给他小孩更好的一个环境 那基于这种我觉得互信吧 然后还有我希望可以带给他 更适合他更好的东西 所以我在这里的不管是在设计 还有在他们的一些需求上 都是有完整的考量到他 以后小朋友长大 然后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活用这个空间 然后因为是龙凤胎嘛 然后像那时候房子房间还有一大一小 我们还特地隔成一样大 因为未来小朋友长大后是一人一间房间的 那你不能独厚哪一个人 所以我们就故意把房子房间隔得一模一样大 然后有一个公共的空间是两个人的共同储物间 对所以那时候在做整栋的考量的时候 是有考虑到业主现在本身的需求 然后还有小朋友到长大 甚至到成年 到结婚我就不敢讲了 但到成年到国中高中应该都没有问题的需求 对然后还有整体的健康 这样整个下来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还蛮喜欢的一个案子 对感觉得出来就是小米跟业主 其实真的是信任感很强烈 不然他不会让你做到变成的案子 对就是还还蛮好的 对但是也是也是做中修后才认识的朋友 不是说一开始就认识的朋友的 对这样子感觉很棒 就是在业主其实也同样身为朋友的角色 其实感觉是很舒服的 然后也能够应该说我觉得是因为您的用心才能够让对方 就是也把你当成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师去连接 因为我觉得室内设计师其实会深入到你很私密的地方 因为你可能不会让朋友看你的房间 但你一定要让室内设计师看你的房间 然后你要让他看到你有任何的需求 他才有办法帮你完整化 那我们也会希望可以和客户多多沟通 多多知道他的需求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下真的很容易就变成朋友 因为我公司在做 在做装修在做什么 我都跟同事讲 你就把它当成你家在做就对了 你只要把这个案子当成在你家在做 就不会有多大的问题 你认为你可以接受的事情 基本上业主大致上都可以接受 那如果你自己都接受不了 你怎么会要别人去接受他 对 然后像我公司在装修 我的一楼就故意做的很像客厅 因为我希望我客户进来是有回家的感觉 和到朋友家的感觉 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存在 对 听起来真的是很棒 那未来就是宽居三到五年内有什么样的计划 或者是说在最终你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 我们公司的计划的话 比较会把设计整合服务 这件事去更完整化 其实像我们在做设计的过程中 其实有发现到 甚至有一些业主是有一些闲置资产的 那他可能闲置资产不知道怎么利用 或者是他有一些想法 可是他没有办法把它完整化 那所以我们在沟通后就是可能也会给他一些建议 然后结合像我们去前年也有做一个商务办公室 那就是业主的闲置资产 因为他的空间太大了 他一共有200平 可是200平的独立空间你要出租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那所以我们就有建议他可能是不是隔一半 然后一半做出租 然后另外一半是做共产空间这样子的方式 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做那种企业的整体的 像有一个企业总部也是去年完成的 那是从找地建筑到后来的室内设计 我们都有在床中去做 不管是设计还是顾问的角色 都有去这样去做施作 那在室内设计这一段 我们也希望可以研发 那往产品设计这一方面去做发展 那因为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会有觉得 可能有一些产品可能可以更好 那我们可以把一些室内设计的巧思 放在我们使用的产品里面 那来去做一个另外的体现 对了解 感觉真的是会很全面性的去规划的东西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小米 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以你过来人的经历 那如果说有人他是想要创业 那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跟分享 如果要做要进到室内设计的产业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信念 然后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团队 为什么讲信念重要 因为其实室内设计你会接触到非常多的领域 然后也会接触到非常多人 你中间其实也有很多的诱惑 也会有很多的挫折 但是如果你可以你的信念是一致的 然后你可以去坚持它 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至少我们不要往后退或往旁边去偏离 但是所以信念它非常的重要 那团队也非常重要 因为室内设计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 它是应该要有一个团队去一起去合作完成的 所以你要有和你一样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去排除万难的向前 这个我觉得才是可以完整室内设计 在这一条路从红海变到蓝海的一条路 了解 那今天真的很感谢小米可以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今天我从就是整个过程中 就是感觉到您对客户真的是很用心 而且就是您是一个很有想法的 谢谢 然后专业性很高 谢谢 所以很感谢开点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